大家好 今個禮拜港股的升勢都可以維持 其實幾個交易中持續緩慢攀升 但升的幅度不算太多 但市場的氣氛都比之前變得比較積極 當然科技股在早前破頂之後 今個禮拜其實悶一點 但今個禮拜比較矚目 當然是傳統類股份 就好像見到一些內人股 已經持續第二個禮拜開始反彈 今個禮拜中段的時間 中資電訊股都出了第三季做業績 其實曾經是夜來短線炒作 到星期五已經落到三桶油身上 所以市場輪流在緩馬炒作 但當然下個禮拜的重點 當然繼續放在螞蟻身上 螞蟻方面若開始招股 市場方面的投放熱情 在螞蟻身上都比較多 但變成有機會令港股 不是太觸目的板塊 成交或波動點有機會縮小 所以令到港股下個禮拜 接下來的時間還反覆走強 因為資料也提及 只要中美方面沒有消息 大家都當好消息地炒 現時還未見有特別壞消息浮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下個禮拜 港股要留意 就是洪正方面重貨區 現時是25000至25000 現階段的情況 其實大家如果做衍生工具部署 自己可能要退後一些 免確被回收的風險 上個禮拜提過 港股有機會試到25000點附近 其實今個禮拜都已經接近 所以未來的上落區間 也會再次因此向上移動 現階段短線的話 我想就去接近24400 這些位置 就是下面支持位置 而上面 其實現階段 向上個250天線都很近 25500點附近 而現時市場氣氛 或者很多傳統股份 陸續落獲的話 其實也不排除 在下個禮拜的時間 在比較低的成交之下 有機會試到這位置 也不奇怪 但當然你說知 接下來市場氣氛 也有機會在下個禮拜 除了關注螞蟻之外 也看著我們方面 新的一些經濟會議的報告 看看會不會有些個別的 一些憧憬環保 潔淨能源 或者一些科技股份 可以受政策去到 再有新的驅動的機會出現 hur我們分享 我們再ย 洆湯 散步 進去 週五